1915年5月17号的大芬事件 布农族向日本政府表达愤怒 并袭击大芬日景住在所 这段历史 花莲东华大学学生利用课语时间 由民族语言与传播学系兼任教师 叶红周共同完成纪录片 希望唤起布农族人重视这段 可能即将被遗忘的历史记忆 当我们设入以后我就发现到 其实它有些东西其实是可以表现出来的 不管是人方面或者是事情方面 或者还留下一些遗迹方面 其实是可以表达的 所以我们就接手派了这部影片 手印会上邀请当年大芬事件后 一起祈祷一同观赏 让他们更深入了解大芬事件 整个事发过程 可以让我们很清楚了解到 日本人对台湾的同志的那种残暴 然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祖先为了生存前 还有尊严跟日本人抵抗的英勇士气 参加这部影片拍摄重要角色的沙利浪 今天能够跟着纪录片团队 亲自拜访大芬事件后裔 让他更亲近自己族群 看待大芬事件的观点 未来这部纪录片也将在 动画大学网站上就能看到 而指导老师叶洪洲 也希望能够让这部影片上映 让许多人透过影像记录 更能了解大芬事件 记者综合报道